歡迎收看電視笑話冠軍 三號選手請開始 十月十日倒過來念是什麼啊 日十月十 好的 0分 0分 還是0分 不過既然講到了日十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日十吧 當月球硬要擠到太陽與地球之間 擋住了光線時 就是日十開始的時候了 兔子跟著嫦娥走 月球的硬有兩種 分別是本影區及半影區 在本影區裡 太陽totally被月亮擋住 我們會看到日全時 而半影區裡 月球只遮擋了一部分的太陽 我們會看到日偏時 由於月球的軌道是橢圓形的 有時候會離地球遠一點點 這個時候本影區會延伸成 未本影區 在這裡月球看起來更小了一些 沒辦法完全cover住太陽 我們就會看到日環時 這些情況都只有在日月第三者連線時 才有機會看到 也就是說日時一定發生在農曆初一左右 又是日時 又要發薪水了 等一下 每個月都有初一 但為什麼不是每個月都有日時呢 這是因為 月球公轉的白道面 與地球公轉的黃道面 存在著五度左右夾角 五度 乍聽之下微不足道 但不要忘記囉 月球距離地球很遠 再遠一點 再遠一點 實際上 它們相距38萬公里 影子能落在地球上的機會 非常渺小 經過複雜的軌道運算 每年至少會發生兩次日時 最多則會發生五次 但不是每次日時都能被大家看到喔 我們最有機會目睹的 就是西元2020年6月21號 橫跨非洲與亞洲大陸的日環石 如果把這一次衛本影區經過的路線 畫在地圖上 我們將得到一條環石帶 住在環石帶上面的人們 可以目睹高清 不打麻 無山檢的日環石過程 在台灣只有嘉義 金門 還有部分花東 雲林 台南 和高雄的鄉親有這樣的尊榮享受 日環石總共會經歷五個步驟 分別是 出盔 出盔就數讚便宜 環石時 時勝 環石中 和復原 環石時到環石中的過程非常短暫 如果你在嘉義市大白熊旁看日時 環石時為16點13分43秒 環石中為16點14分43秒 總時常只有短短的一分鐘 你可能吃口雞肉飯就會錯過了喔 一定要全程專注用力看啊 下一次還想在台灣看到日環石 就要等到2215年6月28號 如果你沒有信心稱讚那個時候 還是把握今年一起見證 百年一見的天文奇景吧 請...請...請你跟我交往 除非太陽消失我才會答應啦 啊...誰是十 這是命運 你會去看日環石嗎 A 我好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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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嘎 當然要看啊 B 我就懶 在家看直播就好了啦 這是玩笑的 wwwww